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人負面與歷史極見 臣赴新加坡学习長劍 也和芬蘭的 一卡哈赴年 學習文藝衫復興軍用劍 與傑克來的 麥核鍋 學習古典軍刀與文藝復興刺劍 運動極見師 逝於陳黃文教練 歡迎 想要先請問一下教練 右下角那個圖是什麼 右下角那個圖是 就是那個捷克 Michael Knasko 他們的學校 就是我們跟他是 就是已經有點類似像姐妹校的關係 然後這個學校它很特別 就是他們在捷克是算是歷史悠久 大概在1900年代就已經創意了 那教練自己接觸這個建樹的 大概是多久的時間 大概是2007或2009年 就是開始接觸這樣的東西 那真正開始認真的玩是2009年 可是是什麼樣的機會下遇到這個呢 應該說是我那個時候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王者天下》 那裡面就是有提到這個架式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 他說為什麼會有常見這個架式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電影編的 那時候就有一個疑問 然後後來就是有去YouTube上翻翻找到 沒想到居然是真的耶 然後就是 就開始產生興趣了 然後越來越研究就入坑了 對就是這樣 就是喜歡有一點歷史氛圍的東西 是 極見這個應該是歷史非常非常長久的 是的 教練旁邊這位是今天要來就是被挨打的人 還是一個一比一的公仔 沒有他也是 他是我們那個 義大利常見的教練 對 他是因為我們社團就是 有很多武器 那每個人專精的拍 對 所以CAN老師你也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會接觸這個多久 那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我很喜歡玩一個遊戲叫多女地下城 那裡面大家都知道是 很多很多不同種類的武器 所以我就有點想說實際去 嘗試去了解 對對對 有特定的那種私在教的東西 然後去購買他的電子書 然後去看了影片 然後再去看網路上有一個那個 有點像是我們練劍術的那個維基百科 叫Wikita Now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 什麼15世紀啊 或更早14世紀嘛 是嗎 14世紀的那個劍譜啊 然後還有翻譯 就全部在上面 你就可以看他上面 照上面的東西去研究一下 所以上面主要是兵器的操練 劍譜的那個武術的歷史 對對對 可是他也有一些像是摔角啦 什麼也有其他的武術 對 因為他的範圍真的很大 不只是劍 還有毛啊 槍啊 或者是連流星錘都有 最冷門的連那個鐮刀都有 鐮刀喔 鐮刀真的是比較少 少拿來用的武器 對啊 鐮刀好像是恐怖片才會出現 壞人在拿 認知也太狹隘了 壞人不能直接拿槍嘛 那 你先問好了 好 我先問 我想請問教練老師 就是因為你今天有帶一些 像這些劍來到現場 可不可以先從配備 然後幫我們順便介紹這些東西 OK啊 沒問題 好 我們先介紹他身上的穿著好了 眼鏡是哪一家平台 頭髮在哪裡剪 那他就是身上我們 就是練劍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頭部 1600N的面罩 那他就是可以承受1600牛頓 牛頓 老師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啊 我敲的好痛喔 你敲敲看 很硬啊 很痛喔 快要跟他接吻 快要跟他接吻 會有緩衝的力量 就是中間會有一點空氣 不會說一下子撞到 直接打到 對 或者是暈眩的感覺 他就可以防止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還是會有 不過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比較多 就是比較輕微 對對對 會有硬硬硬硬硬 是一塊板子的 但是他裡面是軟的 就是可能帶起來比較舒緩 緩衝 他也是一個就是比較高密度的海綿 在裡面緩衝 對 哇 老師也很熱喔 對 對 它這個 裡面還有一個 那可以看一下就是它這個 這個是Gorgeous 這個是保護這裡面 我們這邊比較脆弱 所以會有刺激的東西 對 刺激會保護 對 那有時候 我們Mask這樣戴著 有時候劍會這樣搓 撩起來 會把面罩撩起來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多了一層保護 就比較安全 那外面這一件是那個 我們Historical Fencing 或是HEMA專用的那個夾克 那這個夾克它很厚 因為我們會有打擊的動作 所以就是 就是非常的厚重 所以它穿起來很厚 有一種 穿起來就突然有一種變成 沒有安全感的男朋友 老師這個大概幾公斤啊 這個幾公斤呢 怎麼說 外面這一件 我記得好像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快兩公斤左右 對 可是因為它做得很好 不會說整個都壓在身上 就是剛好分散 對 對 對 這裡面都也是有海面可以完成 對 所以其實就是全身 等於全身都有防護的裝備 對 全身都有防護的裝備 對 只是它今天沒有穿護膝跟護鏡而已 照理說我們也要穿護膝跟護鏡 還有護手 對 後手套 對 那手套是 這個只是輕便手套 輕便手套 那我們原本還會有一種 比較防禦比較強 對 可是那個太太太太太那個麻煩了 對 通常鞋子如果你是練劍 我比較建議是 穿那個魚球鞋 魚球鞋 對 魚球鞋或者是網球鞋 因為它那個底是比較能夠做 有差力 就是側滑 就是側面移動的動作 對 所以就是 比較建議是這樣 好 這是第一把 這個應該算是刺劍吧 這個不是刺劍 對不起 這個是沒關係 這個是矽劍 small sword 對 那它就是 算是比較近代的武器 那 這是 這個是 矽劍 small sword 老師對不起 我剛剛還要收到一個資訊 聽說你把這把劍拿出來 就是一定要劍血是嗎 沒有嗎 怪獅可以先收起來嗎 對啊 比較誇張 剛剛導播哥說的 是嗎 怪獅手套可以給我一副嗎 沒有 就是基本上這是練習劍 對 所以沒有關係 老婆哥你等一下亂講好不好 對 我去刺你喔 對啊 那這個 small sword 你看它的劍刃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 真的耶 三角形的劍刃 是耶 對 那為什麼是三角形的 因為它主要是刺激的武器 刺激的武器 刺激 刺激 那這個刺激呢就是 它會玩所以會比較安全 那這個動作就是在Sports Fencing也是看得到 這一把就是那個 這把就是刺激 它好像比較重耶 對 比較重 因為附近刺激 然後上面有一個紅酒瓶的軟木衣 對啊 所以它那個尖 還是老師昨天拿這個來開酒 一定要上節目啊 他們感覺很無聊 先喝一杯酒 沒有 開酒要用軍刀 沒有 開酒要用軍刀 沒有 開酒要用軍刀 哇 太刺激了吧 我要買一把軍刀來開酒 對 那就是它的用法就是 就是腳步是不是一樣 這樣 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然後身體可以稍微往前 稍微往後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重型在中間 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這個是Outside E side Outside E side這樣 就是這樣 身體可以微微的動 對 那長刺就是跟Sports Fancy差不多 就是一樣 手先伸 手先伸之後 出去 手先伸 出去 那後腳一樣是穩定的 但是一定要先出劍 身體再出對不對 對 如果你身體先出了 那對方就知道你要來 那你的劍還沒有出 你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對 所以我手先伸 身體出去之後 那我回來呢 是身體先回來 然後手這樣回來 對 手可以保護 劍可以保護自己 是 對 那這把比較短的這一把呢 這個是Dagger Dagger 匕首 對 匕首 那匕首它是可以跟這個一起用 兩隻同時 就左手防禦 右手攻擊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對 如果說 對方過來攻擊的話 那我就可能隔擋 然後刺激 那因為是兩隻手 所以它在應用的時候 頭腦要非常清楚 有時候會亂掉 我承認 對 那它因為是兩隻手 我不可以讓它打劫 所以我必須要 對 要把自己要打到自己 對 這樣子Closing 絕對是一個不好的動作 然後 就是比方說它攻擊 然後我就這樣駕開了 那這樣子駕是不對的 因為你看我沒有改變 不是 我沒有改變我的距離 因為這樣子 我跟它距離太近了 所以如果我要 我要比較安全的方法 我在駕駛的時候 必須要退一步 再一次 我一定要退一步 維持我的自己的距離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變駛一步一區 就是你退進一步 它進一步我要退一步 跟跳舞一樣 對 然後就可以攻擊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我隔檔了 可是我想要繞到下面 就轉過來 這樣刺激 對 那它這個劍是可以繞的 對 可以繞的 這個很容易斷 並沒有 這是錯的 因為 反而是這個 可以抓到更多的空隙 沒錯 Kevin 你去拿長劍 Kevin 你去拿長劍 快 找空隙給老師攻擊一下 結果Kevin在拿長劍的時候 老師就有空隙 他直接刺他 再拿劍的時候 再刺他 這樣其實就閃掉了耶 哇賽 好快喔 只要稍微轉一下 他就弄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只用我的手指 對 我只用我的手指 我只有手指在動 對 我並不是說整個手腕在動 是手指在動 因此我就可以很 很快的回來 對 我就可以維持我的中間線 如果我是手腕在動的話 我的動作就變大 那再繼續 如果我是動整隻手就這樣 那沒有意思 所以我這種 這種細劍的使用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即使 就是比較靈敏的 即使對長劍也沒有問題 對 所以這是老師最喜歡的 某種程度 某種程度是 算是最喜歡 有種戰士隊到誰 那老師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在這樣的劍速比賽 是有規定只有 持劍的那一手可以攻擊嗎 還是另外一手其實也是可以 比如說有格檔或是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 我們有玩過很多類似的遊戲 對 那很多遊戲裡面呢 其實這樣 以這種時代背景的遊戲 他們都會有一個系統 是反擊的系統 有有 就是遊戲裡面都會有這種 反擊的系統 那請問在正式的比賽這樣 是有這樣的招式嗎 歷史上 這樣絕對有左手格檔 所以為什麼 這個 有人會這樣子放 或是有人會這樣子放 這手在這邊 就是為了要格檔對方的劍 比方說Kevin你拿自己 刺激 假如說我知道我沒有格好 我知道我自己沒格好 那我得用我的左手拍掉 用我的左手拍掉 再進行 對 可是這個東西盡量是 盡量是 就是當然是如果能夠成功的 對 如果能夠是 會比較好 真的會比較好 就這個是Plan B的意思 對 就是有時候也是為了 防止對方Disengage Disengage就是這樣換側 有時候是為了防止對方換側 因為遊戲裡面 通常就是按左鍵 然後敵人要回鍵的時候 按右鍵 你不要啊 那就是宅男發言 我們是 我們當然是要硬扯上這些關係的 比賽中 就比如說現在是這種 刺劍的比賽好了 那你可以去用 斬擊嗎 對 斬擊的姿勢嗎 這樣子會被判是犯規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嗎 不會 刺劍也是能斬擊 刺劍基本上它 斬擊的能力還是有 你看它是雙刃 我可以開封 開封之後也是能斬擊 就有個報信天 對 就是 你們兩個一起打貨 就是這個前面的部分 速度非常快 就像我們不是被那個 針這樣子畫到 都會流行 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它雖然是實際 但是它這樣子畫還是有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它 它也是能 也是有斬擊的能力 所以其實在正式比賽上 其實斬擊也是有得分的 對 可是斬擊對這個劍來說 比較不利 是因為我還要拿起來再斬下去 除非是有時候真的把我們 逼到不行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斬擊的動作 對 所以 因為最快就還是 刺到得分最 因為刺的能防禦的範圍 可能更 最小吧 就是它可以 就是我只要這樣子 就可以移動了 那如果你是斬擊的話 哇 這樣 對 所以刺客教條都是假 刺客教條那個劍總不一樣 刺客教條那個劍總是 就是這個的簽身 它叫做篩索 就是更久以前的 就是這個 大概刺客教條 大概是十六世紀 十六世紀最有的那個劍總 對 就速度一定要快一點 那你可以仔細看 仔細看 仔細看這種劍 那這個劍呢 你看它是比較細長的 可是刺客教條呢 這個篩索 它會比較粗一點 對 它會比較粗一點 就是有比較好戰盡的力 對 就是 可是它的劍刃很多 也是成三角形 就是為了保留它的刺警的力 那他們兵器 你看十六世紀還算比較 處到後來就是這樣子 越來越細 是因為劍已經變成就是 一個決鬥跟運動用為主要嗎 主要是因為火藥 就是火藥還有槍的發明 對 那我們就是 早期在中世紀 或中世紀跟文一復興之前 就是都是冷兵器的時代 劍就是拿來的戰鬥 對 那可是當那個 就是文一復興開始有槍之後 到大概十七世紀左右 如果我們有記錯的話 十七世紀開始 劍就越走越細 因為槍跟火槍 其實跟劍是有共存好一陣子的 對 但是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後來槍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發達 所以穿盔甲 比較沒有什麼用 所以一般的人 就可能不會穿 這麼厚重的盔甲 所以劍就可以做細一點 然後就可以隨身攜帶著這一種 所以後來就是才會有這個劍 所以這個又有人叫做 Core Soar 那Core就是我在 就是一個宮廷或是正式場合的時候 我掛在我的腰間 就對他們來講是一種時尚 他們小朋友也會掛件 就是因為我穿 就有點像是我們女生 要戴耳環啊項鍊之類的 一個配件 對...就是時尚 一個手勢 對他們來說是時尚 對他們來說是時尚 有超過 有超過耶 對... 一把劍是穿給別人看的 一把是拿來打電的 對... 那索隆 有三把劍 那你可以示範幾個 就是初學者基本步伐 好 初學者基本步伐 腳是這樣站那 稍微往前跟... 與肩同寬 對 差不多與肩同寬 親戚的往下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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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都是小小步的 對 我步伐不大 如果我步伐這樣大用跳的話 我在空間...在空中 就被人家打爆了 對 所以... 哇 處處都是空隙 就是... 所以我... 所以我在走路的時候 我在前進跟後退的時候 我身體是不可以這樣上下地晃 那手的部分呢 手大概是這樣進來 這個... 跟我們的這個身體 大概距離一個拳頭 這樣往前 大概一個拳頭握劍大概是這樣 那這隻手呢 如果是打銳劍的就放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法國打那個 classical fencing 會放這裡 或者是會放這裡 對 都... 就是依據不同的系統 它就是會有不同的動作 這樣是四分位 這樣是六分位 那你仔細看我的手 我的手 這樣子 這個鏡頭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是剛好可以把我... 把那個... 別人的鍵隔在外面 就是... 就是我的guard這邊滑過來 剛好會在外面 如果說我這樣子的話 那鍵就會滑進來 所以我的手這個角度很重要 對 那這就是六分位 再一次 這個是四分位 這個是六分位 然後這是七 這個是八 對 就是這樣 比方說 我要攻擊它的inside line 攻擊inside line 所以我換側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有點像faint faint faint就是欺騙的意思 對 faint 欺騙 再一次 攻擊 就是換側 或者是這樣打手也是可以 也是OK的 對 那... 這個架六的話 就是把它鍵 往外隔開 進去 如果是架四 如果是架四 就這樣 對 那這個可以轉過來 八 對 標準它的腳 對 然後如果是七 我就標準它的腳 基本上我進去 你看它的鍵刃都會 剛好會被我的這個滑出去 所以它根本碰不到我 剛好我就已經守住我自己的中線 對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parry 那repose的意思就是 它攻擊了 它攻擊 我parry 然後repose 這就叫repose 對 就是把它的鍵移走 對 就是先parry之後repose 反擊 反擊 對 反擊 對 然後 我... 如果是長刺 這樣我要長刺的話 很簡單 你鍵不用拿沒關係 長刺 首先聲 1 2 那我的後腳是不理地的 1 2 那我後腳一樣是在地上 就是千萬不要就是 如果你後腳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受傷 對 所以就是要保持在地邊上 是用後腳伸直力 要把身體往前推進去嗎 就是等於是我前腳往前踢 然後後腳一蹬 前腳往踢 後腳一蹬 就出去了 那注意這邊有一個細節 也就是我的膝蓋跟我的腳尖 一定要是直的 如果你這樣子或者是這樣子 膝蓋都會受傷 對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一直線 對 腳跟手都是一直線 對 一直線 那我的手這個是等於 可以把我的身體推出去 這樣 就是這樣子出去 對 這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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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個手一定要夠高 所以為什麼我刺激的手 是這樣這麼高 都差一點點 對 那這個動作也不能太大 如果動作太大的話 就是浪費你自己的體力 然後一方面來說 over parry 就是 parry的動作過大 就會比較讓人家 就是容易換成 比方說他攻擊我 喔 parry這樣子 我已經隔開了 他就很容易就換過來 對 所以over parry是沒有意義 剛剛好避開你自己的身體就是 對 就是夠了 所以真的是很 謝謝 要很精準 真的 謝謝老師 謝謝K&Q老師 等一下會請坐 謝謝馬蒙 老師請坐 那下面有老師的粉絲團的資訊 有QR Code跟短網址 大家可以現在 或者是應該直接Facebook搜尋 施新歐洲建樹也可以找到 對 想要得到更多資訊 或者是想要看老師 有沒有一些以前的一些 表演的影片的話 以前都有一些影片 比賽啊或是 比賽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打比賽 因為比賽會改變我們的 就是訓練的方向 會為了比賽去訓練 對 如果你是為了比賽去打的話 那就變成比較走運動化的方式 我就為了得點 我可能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動作 有可能就會變成Double之類的 對 就兩邊都想贏 然後兩邊一起Double 就不是為了生存 對 了解 好的 那大家如果任何疑問 都可以上 老師他們的臉書粉絲團 然後去加入點個贊 然後可以私訊問老師啦 那今天很感謝我們的 俊怡教練 Kevin老師 謝謝 兩位聊到我們才知道 辛苦了 好會裝備 是的 真的辛苦了 好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進個裡好了 好 進你是 對 我們進個裡頭 有一個那個對不對 對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那Kevin就是 你知道 OK好 好 敬禮喔 超困難敬禮 我太小了 我們的棚 不好意思 OK啊 再一次 再一次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不好意思 好 再一次喔 差不多我們也是最後一集 沒關係就打破吧 沒有啦 沒有啦 今天是最後一集 好的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五分鐘 我們再回來